幻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 阿瑟克拉克经典科幻小说《港哨》 选自科幻小说集《神》的91个名字 在月球微海,这片直径长达300英里的区域 四周环绕着一圈巍峨宏伟的山巒 这是一块从未有人考察过的处女地 威尔逊是一名地质学家 负责领导微海南部地区的勘探小组 他所在的探险队在月球工作了20年 他们也是第一支涉足该地区的探险队伍 如今,探险队已经用了一个星期 沿着山脉脚下的丘陵地带行进了100多公里 月球上的黎明迟缓而漫长 一个月球日长达27个地球日 地球上再过一周 月球的傍晚才会来临 所以每个月球日有六次 威尔逊都要穿上太空服 离开牵引车 走上月球表面搜索矿物 几乎每天都在这种索然无味中度过 这样的月球探险毫无危险可言 甚至无法令人兴奋 但在这里也有着其他地区 无与伦比的感受 在月球上没有雾气干扰 所有的景物都是清晰可见 月球上到处都是雄奇伟岸的山峰 让人不禁一股思惊 这一天 威尔逊举目望向群山峰顶 那里还从未有人攀登 就在威尔逊转过身时 看到了一道金属的闪光 就在远处的山脊之上 那是一个看不清的发光点 威尔逊猜想 这一定是阳光照在平滑的岩石表面 反射的光芒 这种事情并不罕见 但就是山顶这一抹反光 却让威尔逊有了兴致 随即 威尔逊决定登上这座封顶 来一探究竟 但在探测队内部引发了争论 威尔逊认为 那座山虽然高达3600米 但仅仅相当于地球重力下的600米高 两个多小时足够一来一回 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但队员加内特不以为然 加内特认为 这座山毫无科考价值 完全是浪费时间 但最终 加内特无法说服威尔逊 他们一同踏上了旅程 两个人一路上辛苦的攀爬 终于路程过半了 威尔逊不时望向封顶 又使他翻阅 这平级高地的反光点就在那里 他猜想 那东西不过是很久以前 一块坠落的陨石碎片 在这亘古不变 永不腐蚀的寂静世界里 他的断裂面依然平滑 依然闪闪发光 终于 威尔逊率先登上了封顶 但眼前的景致让他大为疑惑 在距离反光点约30米处 可以看到一个非人工的物体 静谧地矗立在这里 他的表面光洁如初 并没有受到陨石或者风暴的侵扰 出于谨慎 威尔逊慢慢向前 但诧异和疑惑依然在他脑海里缠绕 这是一座房屋建筑 还是一座圣坛 又或者是什么叫不出名字的建筑 但随着进一步观察 威尔逊赫然发现 物体周围散落着一些不规则的陨石撞击坑 还覆盖着厚厚的宇宙尘 可这些物质却在这小小的物体周围突然止步 只留下一个宽阔的圆圈 好似有一堵无形的墙壁挡住了岁月的侵蚀 挡住了来自太空永不停歇的流星的空袭 威尔逊明白了 眼前这东西与人类的古迹完全不同 一种力量在保护着它向永恒发出挑战 但无论这种力量是什么 迄今为止依然在保护着它 威尔逊将在当场 他的思绪在天空中飞舞 他想到那神秘的工匠在留下这个物件时 地球上的云雾之下正在发生什么 石探记的原始丛林 是不是雾气升腾 两栖动物是不是正在跨越荒凉的海岸线 开始了征服陆地之旅 还是更早些 在生命出现之前 地球是否处于漫长的孤寂之中 威尔逊没有答案 但他知道这个物件一定来自外星人 此后 在发现这个物体长达20年后 人类终于打破了那层无形的护盾 接触到水晶墙内侧那神秘的机器 但讽刺的是 人类无法理解它 只能使用原子弹的蛮力 将它彻底破坏 这远超人类知识水平的技术 物理力学也无法解释 时至今日 威尔逊这位外星遗迹发现者 依然对此困惑不已 如今 人类的脚步已经踏上各大行星 人们相信 宇宙中只有地球 才算智能生命的家园 而在人类已知的世界里 任何失落的文明 都不是那台机器的缔造者 高原平台上那厚厚的宇宙尘 也揭示了这台仪器的年龄 自打地球海洋出现生命时 它就已经被安置在这高山上 或许 曾经外星莱克从群星间出发 略过太阳系 途中留下了这个标志 然后继续上路 在人类破坏它以前 这台机器 一直在履行建造者赋予的使命 至于使命是什么 人类只能猜测 在银河系中 有千亿颗恒星 绕着他们自己的轨道旋转 很久很久前的银河系中 一定会有某个种族 异军通气 并且一举超过了人类目前的智慧高度 想想这样的文明 它们的存在 可以一直追溯到创世纪的余晖 未曾消逝之时 它们是宇宙的主人 那时的宇宙尚还年轻 其他生命也仅仅在一两颗星球上出现 人类难以想象 它们有多孤独 那些孤独的文明 跨过无垠的时空 却找不到任何种族 分担它们的寂寞 它们一定搜遍了无数星团 正如人类 寻遍了各大行星 星球到处都是 可它们要么空空如也 要么充斥着毫无理性的爬虫 就连地球 巨大的火山口 仍在喷涌滚滚浓烟 这时 黎明的外星来客 越过冥王星外围的宇宙深渊 这些星际漫游者 一定注意到了地球 这颗备受太阳喜爱的孩子 就在这里 在遥远的未来 必然会有智慧诞生 可前方 仍有无数星球等着它们 而它们很可能永远 不会再回来 于是 它们留下了一个岗哨 在宇宙间 它们已经撒下了上百万个 留下守护着所有可能诞下生命的世界 它就像一座灯塔 亘古以来 一直发送着信号 只是地球 对此一无所知 而为何 这个岗哨 设置在月球 而非地球之上 这也许是它的建造者 并不关心 仍在野蛮状态下 苦苦挣扎的种族 只要人类文明 证明自己有资格生存下去 穿越太空 逃离地球 走出摇篮 这些外星来客 才会对人类感兴趣 这也许是所有智能种族 或早或晚 都将遇到的挑战 这个挑战 有两层含义 首先 取决于 能否征服原子能 其次 看原子能的使用结果 是生存 还是毁灭 一旦人类渡过这个难关 那么 找到岗哨 并且将其打破 只是时间问题了 岗哨的信号断了 它已经完成了使命 建造者会将心思 转向地球 也许 他们会乐意帮助人类 这个幼稚的文明 也许 他们已经非常古老 而老一辈 总是很顽固 愿意精心照顾 年轻一代 如今 每当威尔逊仰望长空 总是不由自主地揣测 那些外星特使 会从哪一片星云间 飞抵地球 这就好比 人类已经点燃了篝火 发出了信号 现在 除了等待 别无他法 但威尔逊相信 人类 不会久等